里边呢 这里边呢就要稍微把它给改造一下对吧 把这个复制过来 之前的那个插入摩扬数据是在这儿对吧 我们这个插入实际上应该怎么插呀 这个尺寸应该是什么 inipint 这个吧 插入数据摩扬帐本的数据 这里边先前都是model这个实体类 获取了这个字符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 哦 这个其实默认帐本的话只有一个就满足咱们的要求 因为默认帐本永远都只是一个对吧 要不然它设的时候还不好设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能用for 直接还是取出来它的这个默认帐本的这个数据 默认帐本的数据吧 我们直接取它的这个零号数据 我们放到这个上 因为默认帐本嘛 永远都是一个 要不然的话你这里边插数据还要做逻辑判断就不太好弄 获取这个数据之后 我们怎么弄呢 这边是这个传入这个值 直接传入数据的零号 第零号所以你就可以 这样的话这个方法应该基本上就OK了 这一块这个数据库嘛 还是先前咱们那一块对吧 Intel值这是主件的意思 这是自增对吧 不不等为空 对吧 日期还都是这几样 然后这个方法报了一个错 可能是不是咱们的这个方法的名字 做了一个修改 对吧 变成一个大写的了 这里边我们给它替换一下 这就不包错了吧 然后这些都没有什么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 WDAL这一层就弄好了吧 其实如果你符合规范 像刚才咱们那种批量字符 字符一替换 把数据固件表这点一改 初始化数据这点一改 对吧 基本上就没地方改了 然后业务层这一块 业务层我也直接拿过来用 直接拿过来用 咱们看一下就可以了 业务层这个吧 对吧 这种很简单的东西 就不用再加一点 哦 这里边已经粘了 已经粘过了 我们来看它里边 都有什么方法 还是这几样 对不对 插入 删除 哦 这个 直没替换过来 我们还是直接 考那里边的 把它给覆盖一下 我还是 无非就是 我那个用的是个大器 这个吧 直接覆盖掉 翻了 我们打开 用一下 这是一些 空间什么的 估计要改一下 Business Face 这个是咱们本来就有的 这个也有了 直接引用一下 对吧 这个 编练明明 我就暂时先不管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就有什么 重要的是这个插入这个 插入这里边 要 就用到了这个 事物 它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吧 用事物是怎么用的 在这里边首先就是 开始事物 对吧 因为咱们先前这里边已经封装好了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开始事物 然后之后进行一个插入 是把传进来实体内插入 实体内插入 插入之后获取它的返回值 之后呢 我们又定义了第二个结果 对吧 当它插入的这个实体内 设的这个默认值为1的时候 证明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在插入的时候 它把这个新建账本的这个钩给打上了 对不对 它如果把这个钩给打上了 除了这个实体内要设成默认了 你还要做一个什么操作 因为先前它也是默认了 对不对 对啊 你得把以前的默认给改过来吧 以前默认你如果不改的话 你不出现两个默认账本了 这肯定就完蛋了 对不对 不能出现两个默认账本 所以说 它就判断了嘛 如果你插入了这个新天的这个实体内 它的这个默认值为1的话 并且插入成功了 对吧 结果插入成功 对不对 这时候就要做第二个修改了 这个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写的其实不是太好 这里边它是先把 先把所有的这个默认值都给改为1 改为1之后 它再把当前新插入的这个 都给改为0 当前默认值为1的都给改为0 然后再把当前新插入的这个 这个电量 这个值 给它置为1 对吧 其实我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对啊 把以前为1的改成0 就可以了吧 对不对 因为它只可能有一个嘛 要加潮电了 对不对 并且怎么样啊 并且要怎么样 以前唯一的要改成0 并且 不能等于咱们新插入这个ID吧 因为新插入这个 咱们已经插入的时候 设了就是默认吧 没有插入吗 我看一下前面这点 呃 这个吧 怎么没有插入 插入了吧 这时候里边出现了两个有默认值的 对不对 这个能能能能转过来这个玩吧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改的时候要怎么改啊 要改的时候原来唯一也唯一的那个 首先要改过来 并且这个ID不能等于新插入的这个值的ID吧 对不对 是这样写吧 这个SELSO语言 然后这样一改改个结果就行了嘛 这一部分其实都不用要了 我们直接干嘛呢 这就简化多了啊 你先前的这个代码可能有些考虑 考虑的不周全 其实这样一写是最简单的 对吧 一句话就结束了 先前还改了两次 这个东西这个异常我们先不考虑 先不强行突破这个异常 好 这个给改过了之后 我们把这块异常代码都先处理掉 哦 这个不能处理 这个要包到还要处理这个事物呢 对不对 在这个里边我看还用到了 这个是Delete 我们还看我们的插入回过头 这样的话 我们插入之后 如果为真插入的当前已经设成了默认值 并且插入成功 我们把以前的那个之前设置默认的 默认账本都给它改成非默认的 对不对 除了咱们新插入的这个账本 这个时候两个结果开始进行判断 如果两个都为真的话 是不是设置它的事物成功啊 这样的话 你两个就都生效了吧 刚才两个修改 如果是失败的话 就返回false 对吧 这个tri-catch给它包起来 这里边不是有个finally吗 对不对 这个finally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不管怎么样它都会执行到这一句吧 你是tri-catch里边的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时候 如果是失败的话 那肯定这里边自然而然就回滚了 因为没有执行到设置成功这一句 对不对 如果是成功的话 你又设置这个结束事物 那这个时候就整个就执行了 对不对 它的事物 就是说你必须要执行这一句 它的事物才会起效 你先前的做的这些操作呀 都是一个 等于是虚拟的操作 它帮你临时给记录下来 只有你真正的执行事物之后 你刚才的这个插入 还有更新 才会真正的有效 对不对 这个东西呢 事物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你从这里边就能看出来 这才简单一点 你只是个插入 之后做一个修改 但是这个如果出错的话 也很麻烦 你这这时候你这里边出现两个默认账本 你连带着你调用的那些程序 去取默认账本的时候 本来应该是一个 结果出来了两个 整个你程序就都要出错了 对不对 所以说当你数据库里边出现这种 需要做这种多次插入 比如说根据上一个插入的值 做下部的判断 又修改新值 或者插入新值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到失误 你如果不用的话 虽然你不用也可以 对不对 你两个值什么 true false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麻烦了 你数据整个就错乱了 对吧 所以说 这在这里边 咱们主要多讲了一点 唯一有一点改变的地方 就是使用了失误 当你在平常用数据库的时候 如果有这种 多次数据库操作 他们是相互集联的 这种操作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失误 行吧 这个应该看明白了 对吧 咱们这个业务呢 这个删除这块 因为现在用不到 咱们现在暂时 先给它平击掉 因为这个删除还牵扯到了咱们这个 我说记录消费的这个表 对吧 咱们还没到那一块 只能删除 暂时先 先把它给平击掉 等到做到那一块的时候 咱们再把它实现 因为这里边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操作呢 它们相互是关联的 缺一不可 好吧 然后这里边呢 就基本上都一样 这个也能看明白吧 对不对 这个就是更新默认值的时候 其实跟插入一样 无非是一个是新增 一个是修改 对吧 这里边就都一样了吧 这些应该都能看明白 这个是 插入的时候判断一个账本 这个名字是否已经存在了 对吧 这个方法 回头咱们自己下来 看一下这个Circle语句 这里边距离Circle语句 写法都一样 都可以了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就不很详细的 在这里解释了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应该是 从底层数据库这块 已经好了吧 然后再把Adapter 应该改一下了吧 Adapter我们看这个 我们不行就 手动敲一下吧 因为这里边代码 比较简单 我们把 那一部分呢 或者我们把这个 把holder那块 直接拷过来 Adapter a concept book 我们这里边 应该是这几个变量吧 对吧 直接把holder 拷过来 这个就打开了 这个名字 还是稍微改一下 咱们这次用IV 能规范的 尽量规范 实在规范不了了 就只有先把它担个跳过去 咱们在课下 自己把它规范一下 这里边的 这部分直接给拷过来用了 这部分直接给卡过来用了 一开始是个num 这其实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或许咱们的这 就是说 bizmi account book 把这家去删了 其实这种 挪代码也是比较头疼的 挪过来什么都要改 尤其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说在写的时候 如果就 标准一个规范就好办多了 就不至于挪过来之后 还要修改单件 然后这里边呢 我们也把它稍微改一下 应该就是这些纸吧 你有一个holder 这家得改一下 上次都忘改了 不改 又又又又又 报控制任期程了 对不对 这个呢 我们把它直接粘过来 用就可以了 这个加上iV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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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 convert 直接这样就可以 把 这里边这个是iV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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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这个 我接着就复制了 这个 要多做一个逻辑判断了 这个逻辑判断呢 我们挪过来之后 再看 我们先把它给挪过来 下转啊 下转啊 转啊 下转啊 下转啊 我先把计划 收回 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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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能看明白吧 如果它是默认的话 等于1对不对 把它摄了图标是一个 如果不是就是另一个对吧 这个图标呢就是说吧 就是有绿点的和没绿点嘛 对吧 做了一个逻辑判断 再下一步呢 这个呢我们可能现在暂时要屏蔽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里边很明显 算了一个共多少笔 合计消费多少元嘛 对不对 这个很明显是根据某个账本 算它这个账本下 所有消费的这个总计总和 对不对 但是咱们现在没有这个表 那没有办法 就只好暂时先把它给屏蔽掉了 这个我们只能先屏蔽掉 回头我们做到这一块了 回过头来再改这一块 把它给改成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还是挺麻烦的 一环套一环 你在做这一块的时候 你发现又用到其他的 这个类里边的东西了 这两个我们暂时先屏蔽掉 我们没有总计 现在先不总计 只把这个账本名字给它设上就可以了 是吧 现在只能先做到这一步 这样的话咱们这adapter也有了吧 是吧 好 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呢 咱们这个 该 activity这个了吧 这个里边的替换呢 已经写了 有了 这个替换就稍微简单一点 所有了 这个user 因为咱们也统一了标准命名 accoynt 看那步 riblis off 你看 你统一了这个命名 规范之后啊 就是这么一个好处 提亮替换完之后 你看你这 这些东西直接能用了 对不对 省了你提了名字 如果它滑哨的话 你替换完你也用不了 对不对 这个因为它替换成大写了 咱们手中换一下 其他的怎么办呢 其他的就 手中换一下吧 这个 reader account book 是没有这个吗 哦 应该是小写 对吧 刚才这个是小 小图标是吧 这个是get get是小写 我们要换成大写了 这次只能 是吧 其实这些 暗的正常了 这几步都 都不会出错了 只不过咱们又做了点修改 这个 直接换成这个 哦 这个咱们 添加修改 还没放 你是吧 呃 添加修改 这块咱们暂时先不往里放 因为有可能要弄一些东西 我们这个暂时先屏蔽掉 一块一块的来 要不然一次弄的太多 很容易搞乱 你先前咱们这个什么 添加修改也统一都是一种写法 你在这里边弄完也是不用改 所以说这些东西 你你就会发现 你写完了一个就很省事 然后 这里边还有一个字符 是吗 我们看一下我们先前的这个 Countdown Book里边 有没有这一块吧 还有一个字符 这个地方 我们先详细